好了 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大奖 最佳女主角了 Aaron 先谢谢你啊 刚刚你搬了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你一定要搬 要不然他们会很伤心的 Aaron 我想请问你 你跟那么多女友都做过 哪些女友你觉得最漂亮或者是最好的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OK 你是不是要问我 谁演的最好 谁取得拿掌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太敏感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场合不太适合 好 那就不要问那么敏感的问题 问一下 你通常是怎么样揣摩一个角色的 揣摩一个角色 我觉得最主要当然你要杀很多的功课 然后你要跟编剧 跟导演要聊很多很多关于你角色里面的限定 性格 然后呢 我觉得之后你就可以去跟造型师去谈一下 比如说造型上面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才能把那个角色完完全全去塑造出来 所以显得有血 有肉 演出来只有说服力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我们的女主角也是很用心的 像这个毕仁跟亚惠呢 认真情很可怕的 他们可以走来走去的 嘴巴一直念台词 其实他们非常的用心的 那Aaron 大家都知道你很有型很帅嘛 那在演角色方面会不会成为你的包袱 当然不会啦 我觉得做一个演员应该不应该有包袱 在演唱会的舞台上面 那我是真实的郭富城 但是在电影里面 我会把我自己 我是谁 完全把它放下来 完全要进入这个角色里面 是的 是的 像这个白威秀也是啊 把这个自闭论的单亲妈妈就演得非常出色 说到出色啊 这个刘子穴也是厉害 演鬼啊 演到现在坐在那边 大家还以为他是鬼啊 那Aaron 这样请问一下你啊 如果有一个特别角色 比如说特别口音的 给你去诠释的话 你会怎么样做功课呢 我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最爱 然后里面是演那个埃之病万者 的农民 然后除了要说普通话之外 还要说陕西话 所以我在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 之前要讲陕西话呢 然后我就有一个 老师他把一个陕西话录完之后呢 就给我听 然后我大概听了大概两个月 准备 光是准备 因为太难讲了 然后在现场拍的过程里面 我还记得老师在我旁边 每一天到剧组的时候 第一件事 练 第二件事 练 第三件事 练 第三件事 说 所以我觉得呢 在一个角色里面 你要 要 要 要演好 你必须要把你之前的功夫做好 你常能出来才有说服力 所以我觉得 不断练习 然后要杀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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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苦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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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恒哥哥 没放草的话也不好的 可是他会努力的 陈恒哥哥 你可以颁奖了 嗯 可以颁奖了 知道了 好的 我真的很想走出来啊 你们等我一下 走不出来了 不好意思 好 今天 我要很开心 然后能够可以在这里为 红星大奖班长 吴维女主角的表现 我知道都非常的出色了 然后下来呢 我们看看 陈恒的片段 红星大奖2022 最佳女主角 陈恒的有 你不是女主角吗 黄轩婷 过江新娘 我一直在找她的话 她一定会陪我回去的 雅慧操控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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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随便烧东西给我吃 刘子萱 卧虎藏鬼 其实一年前 我只有元宝蜡烛可以吃 马上正常 白威秀 兔心醉炭 最亮的在安全范围 应该会导致公爵 我应该导致什么 黄碧人 未知道 妈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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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心大厂 2022 最佳 女主角 得奖的是 黄碧人 未知道 恭喜 恭喜碧人 黄碧人 是观众心目中的实力派演员 破比四年后的戏剧作品让他第四度荣获最佳女主角 恭喜黄碧人 恭喜碧人 恭喜你 看起车 灵骂人 天不游重 错过了才 说只属于我 谢谢郭富城先生 谢谢新传媒 即便我现在已经不是新传媒的全职艺人 但是公司还是愿意让我入围这个高荣誉奖项 我已经是非常感激 非常感动 现在站在台上领这个大奖 我更是感恩 谢谢老板 Ms. Doinio CEO Ms. Tam-Lo King 整个casting committee 还有监制 Ms. Jasmine Woo 故事人 Mr. Boris Boo 还有温雪莹小姐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把陈慧英这个高难度的角色交到我的手上 我要跟魏智道的整个制作团队一起分享这份荣誉 谢谢家人 谢谢所有支持魏智道 喜欢魏智道 喜欢陈慧英的观众朋友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恭喜ласт Trustee Jerry 恭喜你 谢谢天王艾伦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